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今日專題 話說在上星期的時候 有一宗消息 如果就這樣看下去 都可能令人問號 黑人問號 黑人問號 我看到黑人問號的樣子 一開始的時候 就是講伊朗和巴基斯坦互相空襲 當然這件事引發地區局勢的關注 為何伊朗和巴基斯坦又會互相打大家 他是很不對的嗎 大家的頭號敵人都不是對方 看了之後就知道是甚麼事 看看打誰先 伊朗的目標不是打巴基斯坦政府 而是打順利派在巴基斯坦當地的正義軍 而巴基斯坦的攻擊目標就是 正義軍是個名字 巴基斯坦打的是伊朗境內的分離組織 就是菲勒茲解放軍 其實正義軍也好 菲勒茲解放軍也好 甚至都牽涉到一個最中心的話題 就是菲勒茲人 所以當時巴基斯坦一打完的時候 已經立即發了一個官方的新聞稿 他就澄清說我們不是打伊朗的 我們無心傷害伊朗人的 我們只是打菲勒茲解放軍 而當然 菲勒茲的名字 我們在上星期搞表講的時候 其實是提過的 因為瓜達爾港都在菲勒茲省 所以今天就會講講菲勒茲人 究竟是怎樣的一回事 菲勒茲其實是伊朗人的分支 當然 菲勒茲地區就是他們的主要民族 究竟在哪裡呢 其實現在菲勒茲省或者菲勒茲人 所聚居的地方 就剛剛在三個國家之間 而這三個國家分別就是 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的三國交界 大家可以聽到這三個國家也是一個民族 即是他們本來是一個民族 理論上他們可以獨立成為一個民族國家 是一個九百萬人的民族國家 但現在分佈在這三個國家的境內 當然 他們本來是伊朗人的分支 如果我們數很久之前 他們是伊朗人的一支 但之後就不斷東移 就才去到現在 在伊朗、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之間的交界地方 所以剛才大師亦都說到 他人口其實現在大約是九百萬左右 而大部分都是在巴基斯坦境內的 七成左右 而他們差不多全部都是信尼派的 絕大部分都是信尼派的 所以歷史上 其實貝勒茲現在變成巴基斯坦的小數民族 但他們由伊朗一支 一直到東遷到現在這裡 他們是以什麼為生呢 其實挺有趣的 他們北部的貝勒茲人 他們是靠大獵 但是南部的他們是靠農業的 這樣 這樣 衛生 但是他們近海 他們拿了一個海港 他們不斷在他們身上 是 他們不會靠海路 不會成為一個港 這樣衛生 是 但是如果看回地圖 給一些山的形狀 其實這裏 其實是有些山在 即是說 海岸線那裏 都不是完全那麼海岸線 它都是有一個山 然後才知道海岸線 我明白 因為他們海岸線之後 不是平原來的 所以運到他們 都運不到東西 走 運到哪裡 運到山了 上山了 所以才說 會存在一個 就是你打伊朗 打他們的地方 就是 你一進去的話 你登陸 你一登陸 就馬上登陸 即是登陸 美軍的海軍 就是對著這些 沒有辦法 就是你登陸 即是被散 好像封了海岸線 有類似這樣的情況 是在這裏 所以當然 他們歷史上 也被阿拉伯 或者波斯帝國統治過 然後才慢慢去 到十八世紀末期 才曾經建立過 他們一個叫做 卑魯茲斯斯坦國 在當時 但是 去到十八世紀 甚至乎十九世紀 當時 如果想回當時的 中亞 就是英國和 生鵝爭的年代 是 是 所以當時 卑魯茲斯 差不多是夾在中間的位置 是 所以 當時 英屬的印度 其實英屬印度 就是英國的勢力範圍 一直想西進 但是 沙鵝的時候 一直留南下 變成中間 夾了阿富汗 和卑魯茲斯 在中間 當然 之後 就被 英屬印度 和殖民地 劃分了邊界 變成 卑魯茲斯 人 或者卑魯茲斯 民族 沒有自己的國家 是 變成現在 夾在三個地方之間 就是民族形成的時候 民族開始形成的時候 剛剛 在那個時候 就不幸 所以 他們經常有一個 分離主義 會覺得 一邊 普什圖人 建立到阿富汗 另一邊 巴基斯坦那邊 就是 龐謝浦族 又建立到一個國家 但是 我們自己 卑魯茲斯人 為何要夾在三個國家之間 就像富爾德一樣 沒錯 跟富爾德一樣 所以 由 百多年前開始 已經有一個 分離主義 當然 一直到現在 再加上 在不同國家的 卑魯茲斯人 各有自己的衝突 例如 他在阿富汗那邊 因為民族不同 就是龐謝浦 對比魯茲斯 有些暴力衝突 伊朗那邊 就有教派衝突 因為 什葉派vs 他們順尼派 就是這一部分的衝突 即使被他們 我被你們獨立了 你們自己都會有相衝突 沒錯 而去到 就算 巴基斯坦那邊 也都不受待見 因為主體民族 都不是 比魯茲斯人 所以 就算巴基斯坦 獨立之後 因為 彼魯茲 一直在英國統治之下 其實他刻意提高了 暴落首領的地位 所以 暴落首領 現在說 帶頭出來 影響力還在 帶頭出來 要造反的時候 依然會有一些人跟著他 這樣 當然 去到巴基斯坦 他們現在的最主要 其實有一個衝突的來源 就是經濟的問題 因為 在巴基斯坦裏面的 比魯茲斯省 那本來 比魯茲斯人 就是覺得 我在自己的地頭 發現到這些礦 當然是 我自己的 問題是 比巴基斯坦 他們覺得 他比巴基斯坦 剝削了 拿了這些天然資源 去 益了其他的省份 巴基斯坦的省份 而對比魯茲 是一個剝削的問題 而事實上 他們這樣說 亦都不無道理 如果你看回GDP 的話 現在巴基斯坦 大約兩千美元左右 但他們的 悲露之省 GDP大約是一半 即是說 變成是一個窮省 即是新疆和西藏 都會有什麼 對於什麼 對中國 但中國就會覺得 他們對於北京的時刻 就會覺得 我們其實用很多錢 去支持你們 即是他們又覺得 北京又覺得 新疆和西藏 又會是 其實我們的錢 是在給你們 幫助他們發展 即是兩邊 兩邊立場不同 就說不定 但問題是 中國是真是 即是 共產主義的想法 就是真是 fraternity big brothers brotherhood 這樣去資助 而在巴基斯坦 沒有這些想法 巴基斯坦 不會有中央 特別去 給你們的 一些 邊緣地區 優惠政策 就沒有這些 再 惡劣一點 即是再去 令局勢惡劣一點 就是有外國的因素 本身民族已經是火藥筒 一點就爆了 現在還有外國的因素 但外國的因素 不是今時今日才有 之前我們講到 英屬印度 vs沙俄 但近年少少的時候 就要講到 蘇聯入侵阿富汗 因為蘇聯入侵阿富汗的時候 在1979年的時候 當時其實 聖戰組織 之後的 拉登的聖戰組織 就是說 被CIA去資助 但是 對蘇聯來說 其實當時來講 他怎樣去抗衡這個聖戰組織 就是他去資助 菲魯茲的人 去在敵後 做一個搞亂 他們未必成事不足 但可能拜事有餘都可以 搞亂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 為何會有什麼 菲魯茲解放軍 之前叫什麼 菲魯茲解放陣線 這些如果 數近代 是由當時阿富汗 蘇聯入阿富汗的時候 之助而來 當然 那時候不止 還挑動到 菲魯茲的年輕人 去學馬克思主義 學馬列主義 所以 所以 菲魯茲解放軍 一開始的時候 有很多人 在蘇聯受訓 80年代的時候 美國報道 有8000個 菲魯茲人 在蘇聯受訓 有價值觀 包括馬列主義 所以一路流傳下來 當然 去到蘇聯 在阿富汗戰場 就 捷擊沉沙 之後 很快蘇聯也解體 但菲魯茲解放軍 這件事 其實是一路 保持著牌頭 他說有原地轉型 開始就不說 幫蘇聯 也不說馬列 就說我們要民族解放 當然 這件事很合 就是菲魯茲人的胃口 所以又可以很快 短短幾年之間 又壯大起來 在2000年之後 01年911之後 美國 進入阿富汗當地 都要去拉攏菲魯茲 當然中間也有過水 所以 由蘇聯之助 去到後來 美國幫忙之助 一路去養大 菲魯茲的分離主義 令他們現在保持著去搞事 最後 去到現在 近幾年時間 菲魯茲解放軍 一直在巴基斯坦省份上 一直有搞恐怖襲擊 例如說 而對象 因為他們本來的對象是 巴基斯坦政府 但是近幾年的時候 他將矛頭擴大到 去打一些幫助巴基斯坦政府 搞經濟的人 很不幸就是中國中選 所以 為何會在幾年之前開始 會見到很多不同的新聞 包括例如 例如 巴基斯坦 中國駐當地的事館御集 案 他們也衝出來說是承認責任 是我們打的 吹什麼 那種 所以為何 之前說 瓜達爾說 一直有中方人員 在當地遇襲 其實也是 貝魯茲解放軍的所作所為 當然 現在他就被 巴基斯坦政府 甚至乎 歐美政府 也都是 評為 是一個恐怖組織 但是現在就變成 巴基斯坦境內 就被巴基斯坦 一路去掃蕩 就變成在伊朗境內 當然伊朗也有他自己的分離主義 就是巴基斯坦經過 是 才會有這個 今次互詐的行為 這樣 所以 看到 其實他的民族 一直夾在這三國之間 其實都是很難搞 亦都沒什麼可以怎麼搞 就是悲劇 解決不了悲劇 是 所以你看到他很多 特別是 定性了他在一個恐怖主義組織之後 更加多是他用一些恐怖主義的手段 就是 挾持人質 自殺式炸彈 用婦女或者小童做攻擊目標 那這些就是例牌 是 所以 現在就變成卡在這個位置 所以 看到巴基斯坦 或者幾個國家都有這樣的亂國 是的 大師有沒有什麼補充 我沒有什麼補充 這個 只不過是 特別把這個題目拿出來說一說 是的 讓大家知道 有不同的民族 有少少通識 是的 好 今天的專題就到此為止 謝謝大家 拜拜 謝謝大家